这是一块新疆的采泥石 它这个主子是喀色的 它带这些图案 特别这个造型 这样侧面像个人头像 眼睛鼻子嘴巴 看上去还是很漂亮的 看石头的另一面 它这种泥石都是玉化的 都是金箍高翁 非常漂亮的石头 我是认为这样看 看着是最漂亮的 这一块石头 层层跌跌的 啊 能像步步高深 我们今天数一下 它有多少个层起啊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二 对不对 一二三四 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二十二个台积 整个的十二个台积 看着非常的漂亮 转圈看一看 转圈看一看 它是新疆的泥石 几面 对面是照地面 但它一时就冷 大自然大风吹的 真的不容易 很漂亮的 整颗斯密尔王 整颗斯密尔王 漂亮的石头 就这个角度来欣赏 它虽然是叫泥石 但是它经过高翁以后 这个石头的石质就很坚定 包脚也非常好 非常漂亮的石头 这一块五颜六色的石头 看上去一个像一个 非常漂亮的建筑 它是一种金属矿 叫壁 金属旁过来一个必然的壁 壁矿 壁矿在金属排外表里面 它是第八十三位 你看它五光十色的颜色 它是接受阳光以后 空气以后 这个形成的自然 这个氧化膜 非常的漂亮 这种金属矿的这个 溶点比较低 它的溶点应该是在271.5度 就可以把它融融成一体 这种石头呢 矿是有微量的这个放射性 但是对人体不构成伤害 只要是各种天然的石头和矿瓦石 都会有这个微量的放射性 但是它对人体是没有害的 非常漂亮的小石头 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说它是一块石头 说它是一块金属 都可以 非常漂亮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嗯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 各种各样的美食 底部 带个天然的空洞 脚子动辣油懦懦 石上左邻随逢动 看似天书好闻里 鱼人手捆 布施纹 好一幅 关公风雨族的图案室 真的太漂亮了 满是满门的 一堆小熊猫 挺形象的 后面再拍个假三 再拍个桌子 整个这个一套 桌子就出来了 挖的一个液晶 这隔壁是个薄姜 这天然一个窝窝 这石头 像是个木纹一样的 这个造型 立起来看 是它的背面 贵宾室的褒姜 就是好 漂亮 天增碎玉 人增寿 看看九公司的玛瑙上 天然的一个瘦子 天然的一个瘦子 太漂亮了吧 美啊 弄植地 弄丝彩 这个蚊子太改立了 这石头 没有二话可说 太美了 说把劲儿 它又像个桃子似的 这样看是不是也有些 红红的 圆皮圆色 圆形 这就是那精品石头 玩七十七十 七就在它有七曲 太美了 这一块 这一块石头 你体现了人和马的这种情感 啊 意外在一起 这个人我将军的头在这里 啊 上升下升 这个脸和马的这个侧脸 意外在一起 马的左眼右眼 马的嘴巴 整个体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说这一块小石头呀 只能体现了 人与马的这种情感 融融在一起 非常非常的美 我们会参照 谢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